这是一场你从未见过的战前阅兵 1924年9月 沃新长胆两年多的缝隙军阀张作霖 出动海陆空三军十五万大军 兵分六路 推向直军控制的热河山海关 大军开拔前 为了鼓舞士气 张作霖决定举行一场战前大阅兵 在阅兵前的集合整队中 我们可以看到 稍息力政在当时的凤军中以广为使用 事实上 这个今天仍在使用的基本队列动作 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被引入到了中国 19世纪六十年代 清廷为抵抗太平天国组建了洋枪队 从那时起 华尔戈登们就把稍息力政交给了怀军 甲午战争后 朝廷再练新式陆军 虽然放弃英国改学德国 但稍息力政却一直保留下来 并成为当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必选动作 如果你想观看本片40分钟完整版 请加入YouTube左右视频会员频道 您可以在电脑端点击下方加入键 或点击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那里有更多左右视频原创的纪录片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